一群人手持旅棒 有人连安全帽都还没脱 急着冲到餐酒馆外 朝大门口一阵猛砸 过程长达20秒 直到店员出来劝阻 几名恶煞才闹哄哄离开 店门两片大玻璃被砸破 碎玻璃喷飞满地 门口刚放的开幕盆栽 也东倒西歪 这一闹不止店家吓坏 客人也饱受惊吓 一名在店内消费的女子 被喷溅出来的玻璃碎片 割伤嘴唇 紧急送医治疗 砸电纠纷发生在新北市板桥 新一路一间餐酒馆 三号凌晨两点多 五名嫌犯骑三辆机车 来到店门外 而话不说就砸电 店员想制止还一次被推倒 只能眼睁睁看着扼煞离开 被砸了餐酒馆 十月才开幕 大门就被砸破 门口还看得到 好几项的碎玻璃 警方调阅监视器 火速找到犯案的五名嫌犯 本分局迅速掌握相关犯贤身份 于案发后三小时内 将潘信犯贤等五人 全速通知到案 带头的是22岁的潘信男子 上个月底到餐酒馆消费 疑似酒喝多了 觉得店家态度不好 和服务生起口角 不瞒对方让他在朋友面前没面子 便怀恨在心 先是在脸书留言放话 指责店员在众人面前让他漏气 还恐吓店家是想重新装潢吗 几天后带着同伙上门砸店还呛瞎 是在帮业者装修大门 店员到底说了什么话 引发口角 嫌犯酒醒后变称忘记了 但嚣张行径 哪能这样就算了 五人被以恐吓 毁损和妨害继续在送办 TVB新闻亮蓝捷御席 新美式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感谢观看